我就是赛车界的控场脂肪比 约克这是我的Helmy木勒 专业赛场飙车 30年的最优LG 今年我们驾驶米克林3TCR赛车 在WTCR2019赛季中 演绎真正的飞驰人生 傻玩意儿 你还不知道啥是WTCR 那你可out了 WTCR房车世界杯 是国际器联FIA 于2017年底发布的 风靡全球的顶级房车赛事 由WTCC世界房车锦标赛 和TCR国际房车系列赛合并而来 将世界级的竞技水准 和极具观赏性的比赛机制 完美结合 敲黑板的是 房车并不是带你走向 失和远方的移动house 这个词来源于 早期的广东香港一带 是当地人对家用轿车的称谓 所以房车世界杯 也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 量产轿轿车比赛 大概上哪个人都能看见的买赛车 到了贼厉害的车队手中 摇身一变 成了狂野的速度机器 在轰鸣中转最急力玩 飙最快的车 道路千万条 赛字第一条 WTCR的赛字 可以说是整得明明白白 2019年赛季 共有10个分战赛 在每战比赛前 赛会会根据BOP性能平衡机制 对车辆的各个方面性能 通过一定手段进行调整 来达到平衡 举个例子 你的车比别人快 可能就得多杯几个配重 这能最大程度缩小赛车之间的性能差异 除了BOP机制 倒许发车 也是WTCR赛制的一大看点 WTCR每一战有三场正赛 其中第二场正赛 前十名的发车顺序 是根据排位赛的成绩 倒许排列的 咋的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他若他有离 让他一百米 速度越快的车手 越靠后发车 这样的倒许发车规则 会让比赛出现更多的超车画面 直接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 同时为了防止车手们 消极应对排位赛 作为会也给排位赛排名 前五位的车手 一定的积分鼓励 为吸引更多的车队增加 作为会严格限制研发预算 降低了参赛成本 而严谨的赛制 公平的规则 弱化了赛车之间的差别 强调车手的技术和临场发挥 精闲刺激的碰撞镜头 铝剑贵先 比赛的精彩程度空前绝后 WTCR整个赛季 可为全程高能 燃爆眼球 为了C位出道 林科汽车与Sound Racing 官宣成立 林科安的靠Sound Racing车队 Sound Racing 前身是沃尔沃汽车集团 旗下的赛事合作伙伴 Polestar Racing 凭借Sound Racing 在高性能赛车领域的 丰富技术积累 实现CMA基础架构 与赛车运动基因的 无缝对接 打造出了实力技术 双加持 自弹胜利BGM的 林科03PCR赛出 在面对如此令人 热血沸腾的WTCR死 林科安的靠Sound Racing车队 心中就两口 谈谈就完了 因此 林科安的靠Sound Racing车队 在全球召集了 四位房车界全明星 他们将驾驶 林科03TCR赛车 横扫赛场 他们分别是 来自瑞典的冠军候选人 2017年度WTCC总冠军 征战职业赛场 超过20年 房车界的颜值与实力 等的 探索彼约克 来自法国内嘎达的 传奇车手 四届 WTCC年度冠军 房车界老炮 奖杯首歌曲 伊万 穆勒 三届WTCC总冠军 2008年英国王室颁发的 原作军章获得者 穆勒多年的老对手 如今的新队友 房车赛和耐力赛多期车手 功名显赫的安提 托里奥 来自赛车世家的95号 曾上演360度极限旧车 穆勒的大肘 潜力行星 杨埃赫拉社 老中青三代 组成了前阵未有的 强大阵容 作用八个四届冠军头衔 一心想低调 奈何私利不允许呀 极力与莫尔沃合资的领克汽车 作为生而全球 开放互联的新时代高端品牌 发布仅仅两年段 便出现在房车世界杯赛场 与中国顶级品牌同场竞技 创造历史的同时 也引领了汽车潮流运动文化的发展 一流的车手 顶尖的团队 卓越的领车03TC2赛车 必将迎风骚浪成就03速度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联合速度闪耀全球赛场 Make some noise 催化儿303